首图引用自张爱佳脸书 第五十四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即将登场 台湾第五十四届金马奖入围名单出炉 张爱佳凭借主演电影《相爱相亲》 入围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等多个奖项 张爱佳是金马入围常客 各奖项被提名多达两位数 也曾两度获得金马影后荣贤 张爱佳不仅能演《还能导》 让我们来看看他有哪些导演作品吧 二十三十四十此部是张爱佳导演的电影作品 故事发生在现代台北 由李星杰、刘若英和张爱佳分别饰演 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及四十多岁的现代女性 发展出三段不同的故事 此部电影让张爱佳入为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导演奖 最爱此部电影在1986年上映 是一部香港电影 由张爱佳指导及编剧 张爱佳、牟千人、林子祥主演 演绎一段二十年的爱恨情仇 张爱佳凭此部电影入为金马奖最佳导演 获得第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第二十三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项 心动此部电影是张爱佳的导演作品 由金城武、梁永齐和莫文蔚主演 以导序方法描述金城武、梁永齐分和不定的爱情 三人有一段复杂的三角恋情 此部电影让张爱佳入为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编剧奖 《一个好爸爸》 这是一部香港电影由张爱佳担任导演 古天乐及刘若英饰演男女主角 共同生下了孩子刘亦涵 而此部电影改编自作家李纯恩的小说 《黑社会爸爸》 此部电影让张爱佳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奖提名《相爱相亲》 于近期上映的电影 由张爱佳编剧指导的剧情片 并由他自己、田壮壮、郎月亭、宋宁、吴燕书主演 描述关于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女人的爱情故事 张爱佳因此部电影入为金马最佳导演奖及最佳女主角奖 图片引用字为姬百科 张爱佳妙 张爱佳因此